只要甜蜜青一过 你就会发现 当初熬大业 刷装修短视频 整出了9样东西 你踩坑了 第一 你会发现 当初花技术买的磁砖 是不是牌子都无所谓了 因为又住一段时间后 你更关注的是 磁砖的防滑效果好不好 会不会容易张 第二 你会发现 当初费尽性是设计的无主灯 可到这样打开的只是基础照明 还不如就装过主灯呢 第三 你会发现 你家的智能马桶 活脱脱就是个超级细菌 他怎么那么爱嫌弃 有事没事 都得给你整两个 关键半夜没事 自连唱带跳的 当真给你下一个令 能把你的魂人都吓飞了 要是早知道他是这副熊样 当初说什么也得 选个普通马桶 也不至于被他吓得 心脏病都要办吧 第四 你会发现 安装长条滴漏真美呀 又住三个月 你就会发现 每次要清理滴漏 下面全是张物 真恶心 第五 你会发现 不管被先扬的多么厉害 多么智能的扫地机器人 要是你指望不插手 就让他把家里 微生打扫彻底 那纯粹是吃人说梦 所谓的避障功能 简直就是一个样子货 花差不多一万块钱买的东西 实话说 你倒真不如请个 每周来家里 做清洁的保洁员 人家打扫的 比他干净戏剂多了 第六 你会发现 当初满心满肺 心心艳艳装的是 闲控电视柜 现在几年开裂了 第七 你会发现 当初花大价钱 做的中央空调 你的舍部都开 因为它费电 甭管你们家中央空调 是一偷挤的 不管你开的是哪个房间的面板 但是主机都一直转 这样是不费电 都起了怪了 第八 你会发现 当初物丝衣柜 做成了玻璃门 它太容易显张了 哪怕有一点点指纹或者灰尘 它都看得清清楚楚 得经常插 而且玻璃是透明的 里面都是稍微乱一点 就特别明显 得时刻保持整齐 类死人 第九 你会发现 刚刚安装好的隐藏亮衣架 那颜值感简直是结了 可谁能想到 U2才三个月 这隐形的亮衣架就升不上气了 一周七天 它有五天都塌落在下面 早晓得会这样 当初就写个普通亮衣架多好 还不用专门做吊底